每一次想录一个非常好的视频 真的很不容易 从构思到整理 需要几天的时间 今天咱们来讲一下 勾点组合 行书里有六种写法 我们经常使用 但是呢 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在意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非常好 可以给个爱心 一个想法 好咱们先说第一种 最常见的 就是以寸为代表的 竖沟和点的组合 那比如说我们写个四 像吴玉生形态里边 它也叫做这个 线爪沟 再比如说我们写诗歌的诗 看 就是说你对比提起来 看沟和点之间 要清 还有这个字 分钟的分 看重 轻 有个弧线过来 比如说我们写个半眼的半 看重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前进的前 草书写法 新草 再比如说我们写个树叶的树 看 这个手冠要动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说写这个日 横折和这个短横连在一块 比如说我们写春天的春 我们写月也是可以的 看 一下点 看这也是可以的 再比如说我们写一个智慧的智 一下个点 消 当然咱们用三字符来代替 这也是可以的 这第一类 第二类 我们写这个字 大家都见过 这个乐 再写个字 得 再比如说我们写这个钓鱼的钓 还有一个字 就这个 围 看 以缘带折 这个手腕要动起来 再比如说我们写个 围装的围 这第二类 第三类可能就更多一点了 是树翻钩和电竹鱼 比如说这个字 最有对对性 看我们怎么走的路线 手腕一定要动起来 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子 咱们举进这 哟 当作 比如我们写个旧 再比如说我们写个 纷扰的钓 咱们一定看清楚 它们之间怎么连带 它会像这个心子底 比如说我们写思念思 还有一些字 大家可能没在意过 比如说我们为了逼换 接受写这个鬼 用个点来代替 一句确词 大家会想到一个兔 看 这样过来 然后呢 像我们有其他的字 改变笔顺 像写老 看 这也是 包我们写花朵的花 看 那所以我们草树里边 写着花 仗着鞋 这变成狠钩 我们下个会专门介绍 这一类 好 这第三类 第四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鞋钩 咱们看 他也要做 他也要做 这样的狠钩 比如说我们写 带 再比如说我们写个口袋的带 再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公事的诗 比如说我们写个五 无数的鞋钩 这些字都是 这第四类 第五类 比如说我们写个草树 这种书写的书 形成 就这样写 比如说我们写个玉 这样写 包括我们写着山 再比如说 我们写这个鼻目的鼻 这个是繁体字 对吧 如果加上一个好 咱们写慢点 还是这样 那比如说我们写个 这样一个字 这行操 看一下 所以这些 包括我们写这个 正确的正 完整的正 我们写盐 盐长的盐 对吧 最后一类 是体和点化 比如我们写长度的长 比如我们写个章 编成点 所以像我们写 这个良好的良 看编成点 包括我们写这个 记 还有这种记 笔画坚上 我们写衣服的一 对吧 我们写食品的十 都可以这样 把我们写日月星辰的成 一共呢 有这样六种 大家可以拍下 我们写的时候 银ons 我们写在 然后 我们写 一咱们 回头